接下来就有请我们90后的 青北霍哨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有请 这是我们的青北霍哨 首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又来了 没错 干啥啥不情玩 又第一名 我就是一不小心 就把青蛙和北大都组了的小霍哨 郭敬轩 这次其实也是 我第三次来到咱们夸时代战术的舞台 非常的熟悉 干啥啥不情玩就第一名 一不小心就把青蛙和北大都组了的小霍哨 霍敬轩 所以我今儿特地穿了衣服 你看这里面有两个我 就是代表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 还有第三次来 我跟你说 你这三个还有另外一个寓意 这是第一次带的信用团 这是第二次带助力团 这是第三次带助力团 三次来都带不一样的助力团 这怎么回事 其实前两次真的是太扣了 因为我前两次带了两个焦神大汉 一个190多斤 一个1米9几 但是跟他俩真的是完全没有默契 那这次有默契了吗 这次应该是有默契 因为我带的这个亲友团吧 它不仅就是颜值高 而且它是学霸 之前做智商测试的时候 它测了130多 130多 大家好 我叫李诗诚 现在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 我呢是霍少的朋友 我是霍少的朋友 那两位怎么认识的 是这样 我们之前参加过一个比赛 然后我们正好就被分在了前后桌 对 然后我有时候没事就转头找他 找他说话 然后他经常在背后拿笔捅我 不只是朋友是不是 之前是朋友 现在是女朋友 太幸福的感觉了 那说到今天 守累者心里面有没有压力 有点压力了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我还是不会输 因为上一次比赛结束之后 然后我就回去 就是苦练这个体能 每天跑步 然后志诚老公抱怨 就是最近没有理他 又吃我们节目醋 现在总是 女孩子总是吃我们节目醋 整天跑步 就是为了参加快乐战书 那参加快乐战书 为什么赢得诸盟基金 那赢得诸盟基金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 去买一个随心飞的这个机票 因为其实 师诚现在本来是在南京 然后我自己呢 是在北京上学嘛 我俩平时就是很少能见面 我攒了半年的积蓄 飘洋过海来看你 加油 师诚 哇 接下来 听我们的霍哨 说出你的挑战宣言 我就是不一样的我 有了三重的buff 这次我还能赢 有了假的 我就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在不一样的 吃那до 吃那时候